今天,我们再想解释一个,ICT4这么多年来,都是学得一样的概念,就是二宝马,Kurskamplements。 二宝马为什么这么难?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直观的表达方法,一方面只能够用0和1表达正负数, 另一方面,两个数相加得出来的结果,是要合理和一致。 我们先用一个4bit数字做例子,如果要表达0,顺理成章,就是用4个0,就是0000,跟着就到表达1, 那就自然是0000加1,就是00001,本来跟着是到表达2,但是先不住,二宝马原本是用来表达正数和负数的哦, 那现在不如我们先看负1吧,负1之所以是负1,就是无论它的bit pattern是怎么样都好, 好,总之是要做到1加负1等于0,那才是对数。 刚才我们说到,1是0001,0是0000,那0001要加些什么,才可以变成0000呢? 好,我给10秒钟大家想想。 够钟啦,答案就是1111,或者你会问,为什么的? 明明0001加1111,应该是等于1000才对,为什么会没有了最左边那个1呢? 原因是,这个是4bit数字,最左边那个1是第5个bit,基本上是没有memory去记住它,所以它会自然地被消失的。 那接着你又可能会问,下负1竟然用4个1去表达,怎么看都不像吧? 其实这个就是以宝马最不直观的地方,因为只有4个1这个bit pattern,加上00001,才可以砌到4个0,做到0这个结果。 所以最终就是1111等于负1,我们唯有接受现实罢了,不过想回头,这个方法虽然古怪,但又真是几smart and consistent。 好,搞定了0,1和负1,剩下那些正负数就相对容易,例如负2,就是负1再减1,那11111减1就等于1110,所以负2就是1110,负3就是负2再减1,等于1101。 如此类推,至于正数那边就更容易,例如2等于1再加1,即是0001加1,等于0010,3等于2加1,即是0010加1,等于0011,如此类推。 不过最后有一个问题,就是1000这个数,应该说它是负8好啊,或是正8好呢? 因为下面的负数去到尽,就等于1000,而在上面的正数去到尽,又是等于1000哦。 这里我们发现,以宝马的设计,是好像一个圆圈那样,正负数头尾,最后是可以connect那样。 但是1000,最终要有个落脚位,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负8,最明显的好处,就是所有的负数刚好都是一字行头,稍微理须成个数字系统的铺排。 留意负数最左边的一个一字,并不是代表个负号,它只是所有负数的共同特征。 好了,大公告成,这里列出4bit2宝马的所有数字,一共有7个正数,8个负数,和1个0,加16个,刚刚等于2的4次方,印证The Power of the Beats条公式。 好,4bit表达到的是负8至到正7,但是其他数字又怎么办呢? 其实不用说太远,近近地正8就已经超出可表达的范围。 难道我们用回1000去表达8吗? 当然不行,因为1000已经被负8用了,所以我们要用多些bits去表达一个数,例如8bit,那就没那么容易出事了。 好了,这条影片我们就讲到这里,我们留下一条影片再解释吧。 拜拜